狗仔要把盧貝松趕走了 盧貝松的Lucy 不想在台灣拍攝了 但是好萊塢向眾台灣這個地方 這是第一次嗎 其實不是 但是我們台灣卻常常 拒人於千里之外 對 所以你剛才講 盧貝松跟狗仔之間的一個戰爭 其實你要說他們兩個 就是各有立場 可是這個 這個是沒發生衝突 是你要來拍 我才不想給你拍 這麼屌啊 講句白話一點 我們怎麼這麼的那個 我們用個七八年級的詞好不好 就是 湯姆克魯斯想來101大樓取景 但101大樓告訴他 你哪味啊 湯哥有什麼了不起 來 2005年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曉得湯姆哥 他常常在電影的時候 飛簷走壁 是啊 結果他就 他想 他本來想在101大樓跳下來 要跳到別的大樓去 但這不是101啊 這是上海的中營大樓 等一下 怎麼跑到上海去跳樓了呢 我們就先講上海中營大樓 跳 就這一幕嗎 從頂樓往下跳 然後一躍而下 你看那風景多美 那氣勢多磅礡多震撼 整個上海的全景我都看到了 隨著他自由落體往下 拔拉住 拉住之後他就盪到另外一道大樓 我看完畢之後 天啊 上海的一體設備 怎麼做得這麼的完善 怎麼做得這麼的好 整個上海的美景全部進入眼鏈 而且你可以看到的場景這樣的 如果是101那多棒啊 對 你看剛剛連上海東方明珠 都出現了 各位觀眾不要誤會 我不是在幫上海宣傳 我純粹只是描述 剛剛那段畫面 你看到的上海灘的風光 那我問你 為什麼 Mission Impossible 3 它不能在台灣101拍 好 這就是我要講的故事了嗎 其實人家阿堂哥剛剛內幕 本來應該是從101大樓的頂樓跳下來 再盪到另外一棟大樓去 這個時候觀眾朋友 本來可以在Mission Impossible裡頭 看到了整個信義區的全貌 搞不好旁邊 你就會看到了一些新蓋的 比方說像是W的酒店 或者是其他的 比方說星光三月的百貨 或者是84 Farm 你本來可以看到 更遠連國父紀念館 再遠連陽明山 全部都映入眼簾 但是為什麼看不到呢 就是因為101大樓 拒絕了湯姆克魯斯的拍攝嘛 當時湯姆克魯斯跟他講 就說 我們要有一個 該大樓的警衛 就101大樓的警衛 有配槍的警衛 然後呢 要來跟他有一個對手戲 然後他就要從頂樓跳下去 跳到別的大樓去 結果101大樓怎麼回答 怎麼回答 101大樓說 2005年那個時候 他講 第一 我們的警衛沒有配槍嗎 嗯 我們的警衛沒有配槍 這不是演戲嗎 那你就 這不就是演戲嗎 為什麼不能配槍 配一把假槍也是可以 我可能問一下101大樓 你在執著什麼 你在執著什麼 那你就配個槍會怎麼樣 他說與事實不符啊 那我問你 我配個道具槍 我配個玩具槍也可以啊 你想想看 MISS IN PASSER 後來在上海有多少劇情啊 不是我這樣講好了 湯姆克魯斯在裡頭 跟神一樣神勇 這就已經與事實不符啦 大家聽得懂 他就是不電影 第二個 他說 我們旁邊沒有大樓讓你跳啊 那你不會用特效後製就好了 第三他講 我們那時候大樓剛蓋好 所以裡頭還有一些內部施工 才怪 我去釣過了那個時間點 那時候早就已經開放內部 勾在營運啦 已經參觀了頂樓也可以參觀了 對啊 如果照101這種邏輯 來 蝙蝠俠黑暗騎士 對不對 那蝙蝠俠正常來說應該不會飛才對啊 好 我跟你說 人家可以多富這個大島 他跑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去取景 一樣也是蝙蝠俠來了 從金融中心一躍而下 你去過香港玩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香港最高的就是這個 香港本島的國際金融中心 哇 你看看 從上面跳下來 你除了看到國際金融中心 它那樣的滑燈出煞的夜景 還有周邊 不管是中環上環還是什麼 除非背什麼哪裡 你全部看光光了 還有內洞 內洞有沒有 有XX的內洞也是他們 香港很有名 應該是匯豐營好不好 都非常有名 這就是一種最好宣傳的方式 你曉得嗎 這個大導演叫做 克里斯多夫諾蘭 他去那邊 香港的電影發展名 預估這部電影的播放之後 能夠讓香港的旅遊市場 多了二十多億台幣 而且呢 他們去那邊拍 拍了九天 這九天也替當地創造了一些什麼 工作機會 創造了一億多的工作機會 還有他們幫他加起來 這麼多的工作機會啊 二十多億啊 天啊 拍個戲二十多億的 那我問各位 如果按照101大樓的邏輯 那 這世界上有蝙蝠俠嗎 不可能啊 這世界上也沒有蝙蝠俠啊 所以以後如果有任何好萊塢的電影 想要來台灣取景 他還得先注意一下 他的劇本是不是有夠寫實 不夠寫實 就被101大樓給拒絕 你拒絕了他 不就等於拒絕了整個台灣 好不容易有免費的一個所謂錄出的機會 你也等於拒絕了未來的觀光收入 你也等於拒絕了可能創造的工作機會 說來說去 你等於是 具money於千里之外啊 好啦 那我講到這邊以後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台灣不斷的一直想要來創造我們的一些 呃 光光的效益 不斷的想要在世界上窄露頭角 這些電影就是最好的機會嘛 嗯 對 你看看 像這個 王力宏跟湯偉在拍的《駭客交鋒》 還有這個戰爭遊戲 這個是我們講的哈里遜福特 還有《變形金剛》 麥可貝的 這次就不用多說 這三部電影現在都在哪拍 都在香港拍 因為香港敞開雙臂嘛 讓你來 所以香港在世界上就赫赫有名嘛 因爲什麼 因爲我剛剛講到 台灣不斷的想要創造我們的社會上 對不起 國際上的一個知名度 然後呢 就在紐約廣場 每個月砸五百多萬登廣告 結果呢 因為紐約廣場 一年可以創造四千六百萬的收看人次 但人家麥可貝的變形金剛 一個禮拜就可以創造十幾億的收看人次啊 所以電影的露出是最快的觀光效益 結果呢 我們巨人千里之外 香港是擁抱著所有的電影 好萊塢 許多的好電影全部都到香港去拍攝了 而我們台灣呢 是巨人一千里之外 所有的電影請你不要來拍 你如果不夠顯示 也請拒絕 不要過來 但現在這個時候呢 中國大陸不只是敞開雙臂喔 它甚至是投注了大量的資金下去 甚至連美國的動畫 夢工廠 都已經搬到了大陸去了 在現在的這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未來美國的好萊塢 將會變成了中國的好萊塢啦 是 立剛 我說真的 人家都在一路往前進 我們台灣就是控鼓勵加狗仔 每天自己玩死自己 對 你就打算就是 我們自己窩在這個小島裡頭就算了嗎 我們要怎麼樣 讓全世界看到我們呢 我們每天想要花那一預算 結果人家現在中國是用什麼 中國大陸是很簡單 我要把你好萊塢 變成中國的好萊塢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唱片市場 不是 電影市場 銷量最大就中國大陸啊 銷量最大就中國大陸 看電的人就他最多 13億人口啊 所以很簡單嘛 現在人家好萊塢的電影 現在開始 你看很多好萊塢電影 亞洲元素都出來了 是啊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你有沒有覺得有人預言 可能十年之後 每一部好萊塢的片子頭 可能全部都有中國元素 甚至都在講中國的一些故事 甚至在西方跟中國之間 發生了某一些場景 可能全部都在講這些東西 那我們台灣在哪裡 我們是不是就完全 被這個世界遺忘掉 我們真的希望等到那一天嗎 那最近你剛才也講到 最新一個消息 以前Dreamwalk 這個是很有名的世界 很有名的電影製作公司 是啊 專門就是動畫特效最強的 我常常看很多電影都看到這個 現在咧 我們在看 這個有點奇怪對不對 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也是一個月亮 可是變成一隻熊貓 對不對 變成貓熊了 這個不是山寨版 這個絕對不是山寨版 這是什麼 這是Dreamwalk 直接跟中國大陸合資 你是說他在大陸合資了 他要打造東方夢工廠 這個人家現在已經 真的跟好萊塢結合在一起 這個絕對不是 中國人自己搞出來一個山寨品 這樣的為什麼 目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現在 比如說歐洲 美國 這些電影市場都在萎縮 可是亞洲 中國都在一路上升 你當然跟這個 中國合資的話 以後我要拍中國元素 也很簡單 我以後不需要在美國好萊塢 製造中國的電影 我在中國直接製造 中國元素的電影 你的意思就是說 像現在裡面我們看到的 功夫貓雄本來在美國畫的夢工廠 以後搬到了中國大陸去畫夢工廠 畫出來的中國貓雄 更像中國貓雄了 功夫貓雄第三景 已經就是有東方夢工廠 要來準備投資拍攝了 其實就是這樣一個趨勢 全世界都這樣走 像剛剛中國也講到 像不可能任務三 裡頭是不是就有上海的因素 直接在上海裡頭追逐 對不對 像阿范達 不是就接近了張家界的美景嗎 人家在不斷的把自己的元素 跟世界跟好萊塢 在結合的時候 我們在幹嘛 我們現在台灣在不斷的 還自己在那邊消沈 自己在開自己的玩笑 我們到底是打算幹什麼 而且你不要現在 把中國看得無效阿蒙 早年我們認為 我們台灣連續劇 電影什麼都很厲害 你現在到底哪一點 比人家強 以連續劇來講 現在已經不是什麼日劇韓劇了 《甄嬛傳》大家記不記得 前些說最夯的 之前最夯的 現在最夯的 藍陵王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大陸的 對不對 雖然裡頭有一些演員 可能有一些變局是台灣的 可是其實他本質上就是大陸 做的戲劇阿 他已經完全侵入你台灣的市場了 對啊 而且這兩部戲 在台灣一上映 上演的時候 好得不得了 比日劇韓劇都還夯耶 所以你看 同樣的 像《敵人節神都》《龍王》這部 雖然說 導演是那個 對 雖然說 男主角是趙宥婷 好像有台灣人在裡頭 但是實際上 整部就是大陸人做的嘛 對啊 這個擺明呢 我跟你講 連人家小成本製作店 被偷走的那五年 在台灣賣了多少錢 八千八百萬耶 現在票房贏到八千八百萬耶 這麼多 台灣最近這十年來 有幾部國產店 也能夠到這個水準 你想想看 整個大陸的電影工業 它的整個這種文化產業 已經不斷在入侵台灣了 我們現在台灣人 還在這邊每天在那邊 自己內鬥啊 這些為了油的事情都搞不定 我們連吃飯都成問題的 我覺得台灣人自己 真的要想清楚 再過十年會有什麼世界 不要再過十年之後 連台灣都不見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湯姆克羅斯 如果當時在101上面 從上面跳下來 而那個時候的 不可能的任務 在裡面的場景 你會發現到 不是在上海 而是在台灣囉 但現在呢 已經過去世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 五月未來的時候 將會不可能有 好萊塢的電影 來到台灣了 但你有沒有另外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張明星臉 在北韓的話 你可能會飛上之頭 當鳳凰喔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